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平安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求神把诗篇第一篇那样的可目 就是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十二节 论到为圣徒捐钱 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泰的众教会 你们也当怎样行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 即至我来到了 你们写信举荐谁 我就打发他们 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 若我也该去 他们可以和我同去 我要从马其顿经过 既经过了 就要到你们那里去 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 或者也过冬 无论我往哪里去 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 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 主若许我 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 但我要人就住在以弗所 只等到五旬节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开了 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若是提摩泰来到 你们要留心 叫他在你们那里 无所惧怕 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功 像我一样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 只要送他平安前行 叫他到我这里来 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 至于兄弟亚波罗 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 到你们那里去 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 几时有了机会 他必去 今天的主题是 服侍教会的教会 亲近基督徒的侍奉者 我们是服侍教会神的家 我们就是教会 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人 所以我们也要亲近基督徒 成为一个侍奉者 在今天是 哥林陀前书最后一章 第十六章 当然十六章开始 讲到奉献的事 在第二节说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 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 我想七日的第一日 是新约教会 每逢主日来聚集 庆贺主的复活 也同心的敬拜 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在主日的时候 这里讲到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中间的环节 就是我们在主日的时候 主把复活的新生命 赐给我们 把得获财的力量 赐给我们 一切美善的恩赐 都是从重光之父 那里赐给我们的 所以主日我们来到 主的面前 同心的敬拜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带着 感恩的祭物 来到主的面前 透过感恩 表明我们爱主的心 而且会恩善加恩 福善加福 而这里讲到一个 奉献的 好像一个蒙福的法则 刚刚读的第二节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 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 个人照自己的镜像 抽出来留着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大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守基本的十一丹 可能每个月 因为月初的时候 月初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把 十一奉献分别出来 透过特别是崇拜的时候 我们带到主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十一丹 不过这里讲到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个人照自己的镜像 抽出来留着 可能月初的时候 我们领薪水 我们有收入 我们第一主日 很可能我们都是比较习惯 线上我们的十分之一 可是这里说 每逢七日 我们来到主面前 敬拜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回顾 那一周我们的感恩 或者我们还可以 在喜乐中 欢喜的线上 不是十一丹那的要求 而是我们一个感恩的心 喜乐的献上 我们的礼物 在主的面前 我们在地上 主日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敬拜 我们还有奉献 甚至有波饼 都是表明我们 对神的感恩 也透过感恩 我们也开了一个管道 好像神无限的恩典 可以祝福流露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奉献 是一个蒙福的法则 我们也在地上要学习 做金钱的好管家 打破贫穷的重恶 这样我们的生命 在财务上面 就是自由的 就是丰富的 耶稣说 人生命的丰盛 不在乎家道的丰富 乃在乎我们 内心生命的丰富 而我们内心生命的丰富 其中一个 就是可以显明的 就是我们在感恩 奉献的世上 我们是甘心的 我们是喜乐的 我们是愿意再超过的 这样我们在神的恩典中间 不止蒙福 我们也是有超越的恩宠 会常常的行在我们的身上 好叫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为死人蒙福的器皿 透过奉献 我们经历神的祝福 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在今天第九节这里说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 虽然反对的人也多 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们开了 我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不管我们人生在什么时候 对我来说 我上个月才刚刚过六十岁的生日 那现在六十真的不算老 六十是初老而已 我也要宣告 我人生有一个新的季节 会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 不管我们人生在什么阶段 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 表明我们一颗愿意的心 就是将自己献上 然后我们会看见做新事 做奇事 做大事的神 非常乐意使用一颗愿意的心 所以在当代保罗说 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开了 今天我们一颗愿意的心 我们一样可以看见 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在我们的眼前为我们而开 虽然这节经文后面说 反对的人也多 出于神的可能还是会有难处 不见得会一防风顺 不见得都是蓝天为我们预备 但是蓝天白云 有时候好像会乌云密布 但是蓝天白云上面一定有太阳 在乌云上面一定能够雨过天青 只要我们愿意 神自己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靠主得胜有余 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 常常更新我们生命里面的奉献 不只是金钱奉献 更是全人生命的奉献 这样就会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也为我们而开 所以我们可以宣告 主让我们活在当下 主就为我们预备了新的恩高 新的恩宠 有新酒 新油为我们预备 所以我们可以成为新皮带 我们可以为主做新事 走新路 当我们的生命愿意陷在主面前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们而开 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说 他可能要走新路 他可能要做新事 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 但是这些都不能拦住 我们在神的面前 要被主使用的新智 所以我们看见难处 我们可以用信心回应 我们可以勇敢的跨界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扩张 我们的生命就经历到 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们打开了 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就说主我愿意 感谢主 虽然我不会 但是主与我同在 我也在凡事上面可以得胜有余 我们在最后十二节看到说 至于我的兄弟亚波罗 我非常愿意与他同工 我想在一开始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二节 第三章第四节 都讲到 好像在哥林多教会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那是人的分法 那是人的嫉妒纷争 保罗在这里显明 我跟亚波罗中间没有任何间隔 我们彼此成全 彼此配搭 彼此欣赏 彼此尊重 在主里面 我们是合一的 我想这给我们树立一个美好的榜样 我们的恩赐 职份 裁杠各方面不同 但在主里面 同心合一 彼此成全 佩搭 尊重 欣赏 主的荣美 就透过我们 显明出来了 我们一起向主 回应祷告 谢谢天父爱我们 将主帮美善的恩赐 包含生命的丰盛 以及恩赐 财干 资产 资源 都赐给我们 愿我们 善做神的好管家 做金钱的好管家 更做生命的好管家 将我们 从你所得的 献上给你 我们也要经历到 有宽大 又有功效的门 在我们的眼前 为我们而开 我们也透过 同心合一的佩搭 来沾显 神的荣美 好叫我们的生命更宽阔 更扩真 更多的结果 指荣耀主你宝贵的圣民 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